Buzz in Sky 大家好我是Tobi 很多人看了我的生皮字 就問我去啤酒街玩要注意什麼呢? 其實啤酒街的套路特別特別特別多 今天我們看一看啤酒街上有什麼套路 德国的夜生活没有中国那么多 所以啤酒节的时候 很多德国人来这里玩 你们看到的这些游乐场 都是临时大的 啤酒节结束就没有了 他们穿的都是一样的 巴法利亚小姐姐小哥哥 这是巴法利亚的衣服 如果你不穿 可能晚上他们不让你进去 那个房子里喝酒 这就是套路 套路 所以很多游客也会买来穿 可是男人穿的真皮股茶 真特别贵 至少要300欧 如果你特别高兴 买到了更便宜的 那肯定是假的 假的最少要50欧 坏的商家会买150欧 我也没有皮股茶 今天有折扣 一套200欧 我想一想买不买 就是不买 我看看今天能不能进去 所以它也够立正要吃 但是肯定是白痴 要算是鱼 现在吃水 不住 这次做的 这次做的 我可以说 第一次做的 这个 费牛 不担心 我没看到 咱们 打击 都有配花生 你們還好配什麼吃呢 留言給我吧 這裡的人 不容比的特別多 不容小偷 付你的錢 所以有很多的女孩 不容小包 藏在他們的圍圈下面 把錢放在這裡面 有點安全 這裡買的東西都是很貴 一個例子的書籍要9歐元 超市裡買的是兩套錢 這裡的影片不停漲價 你們猜猜現在多少錢 我也不知道 不要去看看 一個MAX要11塊兩毛 真的很貴 這是我在超市買的啤酒 只要1歐 我覺得沒有區別 口感差不多 但是這個酒這裡不可以喝 為什麼啤酒那麼貴 三個星期的啤酒間 會賣出11歐元的啤酒 2%成本 還有付給這裡的工作人員 和產地的錢 人工費和產地費越來越貴 所以啤酒的價格越來越貴 在德國不是所有的地方 要給小費 這裡的服務員 習慣收益到2歐元 如果你沒有給 他們就會很奇怪的看著你 感覺不好 所以我不想追索 我給小姐姐2歐 這裡有一個最大的套路 就是時間越晚 你喝的越多 他們給你的酒越來越少 所以現在有人檢查啤酒夠不夠 或者你可以找小姐姐說你酒不夠 這個不是一個例子 那就會加滿 從而來說 啤酒街貴貴貴貴 一杯啤酒 一瓶水 一套衣服 要花320歐 就是2500人民幣 一二 保護好自己的錢包 第三 如果買衣服的話 一定要去正貴的店 好呀 記得關注我 點讚 乾杯